大家好,我是邵阳 今天看的啥 说一说制作精良的最新悬疑剧 白夜追凶姊妹片重生 先不说这部剧到底怎么样 但凡张艺主演的一定要看 作为白夜追凶姊妹片 在这部剧里 你能看到很多白夜追凶的痕迹 长风支队的光红风 海港支队的赵新成 推理大神寒冰 在这部剧里都有出现 先来看看前五集都说了什么 一开上就交代了714案件 六个警察和以陈锡为首的九个军火贩子 在仓库里狭路相逢 对射了189颗子弹 除了秦池之外全部死亡 最后现场还有人补枪 秦池成了唯一的幸存者 当他膝盖中了枪 虽然勉强能行动 但每天都要忍受抽取基业的痛苦 脑袋上也中了一枪 有一块蛋片永远留在了他的脑袋里 这块蛋片影响了他的记忆 尤其是围绕714案件的记忆 严重缺失 同时秦池也开始弄不清 周边所有人的社交关系 他变得冷漠 很难表现出情感波动 714案件之后 秦池被提升为西关支队副支队长 在此之后 本剧的剧情基本分成两条线 主线围绕秦池的714案 支线就是秦池晋升西关支队副支队长之后 需要看破的各大命案 他一边努力收集7月14日 当晚的记忆碎片 一边破解各大命案 吴小云灭门案 楼仪的儿子范凯诗宗案 秦池处理这些小案子很轻松 让他陷入纠结的是714案 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个悬念太强了 基本可以确定少不了卧底内鬼 相比白眼追凶关红与灭门案 也是旗鼓相当了 烧脑程度可见一斑 特别是神秘人的电话录音 让秦池和当初的关红风一样 成了最大的嫌疑人 秦池一边不断求证 回想各种记忆碎片 一边还要与自身进行心理战 他到底是不是真凶 也是一大看点 从神秘人的讲话语气来看 他对秦池十分了解 还让秦池去仓库找一路的枪支 说明他的同党也参与了714案 甚至有可能是最后补枪的人 也有可能是警察队屋里的内鬼 总之所有的一切线索都在表明 714案肯定有内鬼 那么内鬼到底是谁呢 第一嫌疑人秦池的助手陆明家 714案当晚 全队只有一个人没去 正是陆明家 他受秦池安排 一个人去取材料 但却在外面停留了三个多小时 他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全队只留下了他一个人 他取的又是什么材料 估计不简单 有很大嫌疑 第二嫌疑人不一标 徽彪是空降的支队长 但他并不想来 是有人安排他来的 秦池明明可以任支队长 但却被徽彪给当了 这个调刃似乎另有隐情 从他和秦池的对话上来看 他和秦池明显有些不对付 秦池的任职仪式 他更是没有去 并且言行举止神秘 会不会是内鬼派来的监视者呢 第三嫌疑人邱东阳 他是来调查714案的督察 专业能力很强 还用激光把所有的弹道都模拟了出来 真实还原犯罪现场 讲的头头是道 最关键的是 他天生一副冷漠裂 很像一个反派 第四嫌疑人 海港支队的赵新成 714案当晚 赵新成也去了现场增援 并且是比较早的到达现场的人 赵新成曾说 他在距离现场几百米的时候 听到两声枪响 那两声枪响很沉闷 并不是制式手枪发出的 而警队所有人用的都是制式手枪 那么这两声枪响是军火贩子所为 还是内鬼发出的枪声呢 或者又是赵新成在撒谎呢 总的来说也是十分有嫌疑 第五嫌疑人 陆正刚 陆正刚是秦池的上司 也是陆明家的父亲 他是有实权的人 714案 只有他的儿子陆明家没到现场 也根本不知道当晚的行动 为什么秦池他们会瞒着陆明家 可能很大几率 是为了瞒住陆明家的父亲陆正刚 而陆正刚一直对秦池表现的格外关心 也可能是另有缘由 以上就是我对内鬼的猜测 你是怎么看的呢 好了不说了继续追剧 我是老杨 我们下期再见